接着去到下一个情况,就是怎样可以去签到很多的,透过BatchCiling去签到很大量的Join 这次我会创建一个Join 这次我会一次个尝试去签几十个文件 那如果用e-sert file和e-token,其实这个procedure都是一样的 只需要有一次print就可以最大签的八个 那如果是用i-am-smart的话,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逐个file 将一个四位数字给大家在i-am-smart上面 透过这个biometric的方法去签名 那我们也去到后面 这次我会下载大量的图上去 那现在我下载了三十张图上去,上面就会说回不同的Join 其实都需要签名的 首先我先签了一张BA5 那我透过e-token去签 那再补充多一次,如果你是用e-token去签名的时候 那只token也需要插在电脑上面的 那再补充多一次,如果你是用e-token去签名的时候 那我可以在Pen那里,我可以透过select all的功能 去select所有图,这个token有三十张图 然后按Batch styling,那除了Batch styling 我们也有个叫Batch Request和Batch Delete的功能 可以帮大家同时去request很多图给人签名 或者是一次过dele一些下载错的图片 那如果当个file越大的时候 其实它签名的时间就会对应地增加 那我们其实试过如果是total有500Mbps 100张图的话大概需要100分钟的 那所以到这里就希望大家耐心等候 这个时候它就会透过ESH线 就需要你去选择这个program 就需要你去选择对应一张sir 这次我就选择我自己的箱了 那之后它就会在现在进行签署的环节 这个步骤的步骤 因为当个file越多就越多地选择 那其实你会看到左边都会分了几个不同的步骤 那最后就会将签名混入到文件里 那看到其实我只需要选择一次sir 那其实其他都会自动automate去做了 那就无需要重复输入一个e-total的密码 那如果e-total也是 那每次batch styling 现在我们support最大就是100张join 那当它签署成功之后呢 它就会重新一次 那下面的total呢 citedby那里就会显示现在的rsc的informations 就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就会显示哪一个签署名 那还有每一张join里面都会多了一个sir的stamp 就是一个image在里面的 那所有的电子签署必须都要在ESH系统里面进行的 那么可以看到每一张图是否签署名 那在这里可以看一看每一张图是否签了 那有哪一个签署名 那我作为rsc最后就去按回 Wagner 同时也有一个confirmation 那不用确定 那币这里呢其实你按那一下就已经起期了 如果这个案件越大的话 我随时都会相应地长的 现在我们stage1就会是每次允许 就可以允许最多300个案件 最后大家就会收到 Systems and Knowledge的收取 如果你选择了CC给其他参与的话 他们都会收到讯息 你自己本人的电邮件 都会收到一个由ESH寄出的电邮讯息 你会看到之后的介面都一样 还有下面这次就会看到有多些案件在下方出现 这些案件其实你在这个收取项页 在Processing途中都可以下载它下来的